110学年度华人国中艺术才能舞蹈班成果发表亦未央 在台湾原住民族文化馆隆重登场 现场许正会特别前往欣赏 除了感谢专业师之杂跟教育之外 也勉励孩子们坚持兴趣与理想 精进展现自我有机会可以站上世界舞台 110学年度华人国中艺术才能舞蹈班成果发表会 并且在台湾原住民文化馆隆重登场 现在许正会感谢家长们的支持以及陪伴 让孩子们在科业当中能够参与社团活动 欢迎政府在今年来针对教育的政策 无论在培养孩子们的学术科 以及人文艺术的养成 皆是相当的重视 无意兼具孩子们身心灵才能够健全 教育出更便利经费采购相关运动以及舞蹈设施 提供竞赛训练 目的就是让孩子们在未来更具竞争力 让世界看见花令的舞蹈才能 他也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 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 能够跟张立军老师来共事来学习 当然师傅领进你们修行在个人 而华人国中也有非常好的舞蹈老师 在平日间给与孩子们陪伴 以及叮咛还有教导 我想这都是孩子人生中的贵人 然而贵人我们要珍惜 更要让孩子们知道 孝顺能够跟我们的家长 真的会对家长非常非常感恩 当然一路上的师资的培育 以及老师的陪伴 华人国中年度舞蹈成果展演当中 包括内津中的光芒 另外也有演出 今年度参加全国学生舞蹈比赛 优等的舞马 十动漫坡 以及全国优等第一名的蒙古舞蹈 奔销次也快一行 大家无不专注地欣赏学生们专业的演出 也成为成果赢得满堂彩 记得教育化成为了